这个疑问,我们乘坐这列当年专为运送采伐木材,如今改为运送生活物资的森林小火车,进入滑南县林间做近距离的探寻。 从窗外滑入我们眼帘的依然多是空中所见到的新生阔叶树种,仍少有真叶树种出现。 同行的徐老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当年这里的森林采伐采用的是接伐的方式。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十几年前的漫长时间里,中国东北的林木采伐都是以剃光头的方式在珍阔森林里迅速进行的。 运送木材的森林小火车也随之蓬勃兴起,光头剃到哪里,小火车便延伸到哪里,然后光头剃完再在原地实施浮育更新。 由于杨树、化树属于异于生长的先锋阔叶树种,因此今天小火车到两旁出现的就多为阔叶树。 而诸如红松等长势缓慢的榛叶树少有见到,也便不足为怪了。 现在这个刺生林都是那个时候结伐回来长起来的? 结伐后它自然就是天然恢复的这个刺生林。 现在的林的贴食的树种也少,右林林中林林比较多,就是成熟林很少很少。 由于真阔混胶林结石树种众多,野猪、袍子等很容易就可找到它们洗食的果实。 再加上其密闭度极高,又正好适于动物隐蔽。 所以东北虎食物链上的有题类动物就多选择在真阔混胶林里生存。 而采伐后新萌生的阔叶树林不具备这些条件,由此也便少有动物存在。 当然,东北虎更不会在这里生存了。 或许就是在这种狩猎和森林砍伐的双重压力下, 滑南县的东北虎从人们的事业里消失了。 生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野生动物奇迹活动就是看它这个生静能不能适与它在这块生存。 你比如说人体都是这样的接法, 那老虎就失去了它生存的这个条件和环境了。 现在来看它这个面积都不是那么太大, 那如果要是更大面积的接法的话, 那个影响就更大了。 玩大善东脉这块森林虽也被接法过, 但幸好其周围还留有大面积, 可供东北虎及其食物链上有题类动物栖息的真阔混胶林。 既然这里还适宜东北虎生存, 同时又与滑南县同属玩大山山系。 那么,滑南县的五至东北虎在饱受食物短缺和森林砍伐之苦后, 会不会从西部迁转到东部森林这里了呢? 为了寻找答案, 我们决定和孙海义教授一起从地处玩大山东部中心的东方宏林灭局乘坐直升机, 到玩大山东部山林进行一次空中探访。 正因为这次探访, 不但让我们对滑南县那五至东北虎的去向有了最终答案, 而且已是东北虎整体宾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浮出水面。 我看到的这种又有农田又森林相间的这种环境, 东北虎容易生存吗? 这样是不行, 因为这样就是人类活动太多, 经济活动干扰别的, 那东北虎就很少到这个地区来。 随着直升机向玩大山山脊靠拢, 我们脚下的森林也逐渐从田林相间景观, 向采伐后的四森林景观过渡。 现在森林的逐渐就是越来越密, 很少有农田, 随会活动的干扰就少了, 到虎的偶尔能够到这个地区活动。 在沿着山脊继续时机而上的路上, 令人欣喜的是, 我们脚下的天然自生林开始转化成了原始真阔混胶林。 当直升机接近玩大山最高峰神顶峰时, 这片原始真阔混胶林面积迅速扩大起来, 并立刻对神顶峰形成了包围之势。 孙海易告诉我们, 神顶峰不但是玩大山的最高峰, 而且是该山系生境最好的地区。 神顶峰是东北虎活动的中心, 那边这个山脉都是真阔混胶林, 你看这个红蟲还有红花, 这还保存着原始状态。 这个神顶峰就是诗于东北虎, 和东北虎的猎物生存活动。 通过一路调查我们看到, 随着真阔混胶林的依次锐检, 玩大山东部的东北虎, 目前已退缩到了神顶峰周围这片孤岛化的森林里。 但是此时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它的一个侧影, 因为在随后的探访中我们发现, 这个栖息地不仅是一个孤岛, 而且还是孤岛中的一个孤岛。 现在我们路过的就是玩大山东部, 靠近西部的一个边缘地带, 这个地区就是玩大山西部的边缘。 历史上, 玩大山东脉的西部和北部曾是森林、灌木与沼泽相间的三江平原, 也是东北虎经常出没的地方。 然而, 当我们飞临此地时, 却发现, 如今这里已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农田。 在我们前行的路上, 同样的一幕仍在继续, 不过此处阻挡东北虎去路的农田, 却变成了水稻田。 从空中看, 虽广袤的三江平原远处至今仍有森林闪烁, 但却已破碎的南载城一体。 而且其间那个完全可供东北虎游走的沼泽地带, 也在上世纪那场啃荒运动中, 开发成了铺天盖地的水稻田。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一场名为开啃北大荒变荒地为良田的大生产运动, 最初就是从三江平原这里拉开了湛木。 几十年过后, 在大面积良田出现的同时, 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也受到了影响, 而且万大山东脉和西脉间, 可供东北虎及其他动物川行的生态通道也被阻断了。 历史上万大山的东部和万大山的西路都有了, 中间有一些可以严谨的生态通道, 太狠之后这些生态通道都已经被人为的阻折了, 万大山东脉的南部森林, 历史上和老野岭北部的森林也是一脉相承的, 但当我们飞临此地后却发现, 这里也变成了无边农田。 万大山和老野岭之间在历史上是连着的, 现在有蜜山、虎林都已经成了冬田, 现在已经房间封田。 通过对万大山东脉周围的生境调查结果来看, 历史上与万大山山系统相连的周边森林, 现在都与其分崩瓦解了, 即使原有的万大山森林体系也被分化成了东西两大部分, 由此可以断定, 万大山西部划南县那五只东北湖的消失, 并不是因为它们迁转到了基西市境内万大山这里, 可能最终还是死在了原地。 万大山西部那五只东北湖的去向有了答案, 与此同时, 残存在万大山东部神顶峰的东北湖种群现状也浮出水面, 令人心痛的是, 不仅它的栖息地如今退缩成了一个孤岛, 而且承在这个孤岛的万大山东部森林也成了一个孤岛。 如果说万大山是一个特地, 这或许对中国东北湖的整体生存还够不成太大的影响, 但问题是, 到二十世纪末, 其他地区的东北湖种群也全部退缩到了孤岛上, 而且中群数量也锐减到了历史最低的十几只。 在这种情况下, 把东北湖从宾威状态下拯救出来, 也就成为了我们一向艰巨的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